中国无人机侵扰金门领空 国军硬起来反制 但类似干扰越发频繁 前总统马英九四月一号高调仿中 行程曝光将到深圳参访中国 无人机霸主大江公司 到北京马锡二会也见在线上 马办三十一号公布十一天行程 周一出发将在广东待三天 参访中山大学国父孙中山雇居 而刚好三月孙中山雇居 推出政治寓意极高的 第一次国共合作白年展 四月二号当天以及谢绝预约 替马道坊做足准备 除了大江 马前总统也会拜访腾讯 以及参观中国 用来稀释香港影响力的港珠澳大桥 四月三号将在陝西共济黄陵 四月七号到北京 马锡二会可能落在四月八号 台的统战样板 二零一五年习近平尚未延长任期 对内的专制打压 对台的武力威胁都没有现在那么严重 学者警告二度马锡会施压的目标 就是新政府 宣传其实是民进党政府不愿意接受九二共识 而导致两岸无法互动 马英九访中与独裁者会晤 传出国民党前主席郝龙斌 前秘书长李乾隆还要接力访中 中国成为马前总统的政治舞台 形成安排充满军事政治意涵 反应民意还是带回中共党义 前总统此行的代价全民承担 三省魏文宣张文鞋台北怎么的